手游酷玩 一边是比较想要啊这个 处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 这个蛋糕的然后这时候呢也是看到这个老鼠也是跑了然后呢也是考虑到底要不追他这时候其实 呃是感觉他能回来然后也是拿到了一个这个酒杯然后一个比较远的一个预判预判他这个走道的一个位置然后也是成功将他集中 那这时候呢也是不要着急然后出发了老鼠甲 这个国王的这个结队呢也是上来就被这个老鼠甲打中了但是我一个盘子由于自身的一个预判位置有点这个 呃过游了然后也是没有打中他但是不要着急因为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将他逼上了绝路 他把地下室跑其实永远是不能跑掉的然后所以说也是不要呃特别的这个慌张 呃再次成功将他抓住之后呢也是 考虑一下到底要给他放在哪但是这个地方突然跳了一下这个网 呃不要着急然后这个位置也是在老鼠甲的这个屋子里啊选择将他绑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火箭上 先给他绑上之后呢其实对面一定会来救他因为这样的话呃一个刚开局的一个40秒的时间内其实对面是不希望自己家会有这个人员的一个损失的 但是呢也没想到对面这么铁石心脏没有来救他然后也是直接预判了一个盘子但这个盘子砸住了 啊我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想到远处会有一个这个玻璃的一个瓶然后也是被这个玻璃瓶挡住之后我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那不要着急 呃被挡住之后呢是啊 考虑去如何去抓这个人然后也是一个小一判那这个位置其实有一个小的这个特点大家发现了我在 这个奶皮就是牛奶的这个盘子的底下也是成功的把这个玻璃瓶扔到他的身上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因为我距离牛奶瓶比较近 然后我也是成可以比较成功的将他 拿起来然后再一次愣上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由于他飞的离我的一个距离也是比较近的所以说通过一个比较缓 比较缓慢的一个上宠也是成功砸了他而且这个时候他容易放松形态因为其实那个位置的一个东西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然后现在呢也是再一次成功利用自己的一个瓶子 再一次砸中了这个老鼠砸中之后呢是再一次选择将他绑在这个火箭上那现在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我的这个看局非常的稳啊这个可能很多这个老鼠已经是比较慌张了 现在呢其实他家的一个情况比较危险因为他三个人绑在这个火箭上然后有一个人呢是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候稍微 考虑一下 刚才呢是 我是换了一个人绑在右侧右下角的这个火箭上因为之前那个人被救走了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这个人会跑那么也是成功的去 预判到了对面的一个位置然后成功抓到对面之后也是不要着急然后现在也是跟他一起跳 但是呢他这个位置也是成功的下去了他肯定会去救他的队友吧我个人觉得但是没有想到他现在没有去然后也是和我利用这个身体的一个差距吧走了一个夹缝然后成功的 掉了下来 但其实这边他失误了这个失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可能自身没有想到他会 被这个门卡住他原本以为可能自己已经是到门的那边去了所以说这个位置呢我也是 算是有一些优势的然后也是不要着急 然后再一次选择将这个老鼠放飞之后然后也是看到有个人现在当着我的面啊去使用这个 这边稍微远一点一怕然后也成功砸中他砸了之后呢也是比较简单了接下来呢只需要给他放在这个地下室就可以了因为在刚开始的开局的时候呢其实地下室已经是看到有这个奶烂了 那这把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自身的一个数据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开局呢其实也是这个老鼠牙起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作用甚至是在后面啊对面也是几番 波折想去救自己队友但是没有成功 这位置我稍微分析了对面老鼠为啥失败首先第一点开局的时候这个机械手是从我发老鼠牙这个洞出来的但是呢他之后依然是选择从这个洞口再一次出来 那这个位置我个人是大家在玩的时候呢我也是告诉大家这个不要这么多做 因为你这么做之后呢其实很难办啊你从这个地方同时出来肯定会被夹住 第二个呢就是对面其实这把救队友有点慢了如果说早点救队友其实也不太至于是这样的 所以说大家也是在玩的时候呢要考虑一下队友的一个 和剩余血量因为有时候队友比较残所以说需要大家去帮助的话就尽量快速然后及时的去到这个别人的一个脸上去帮助 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今天大家有期待见上猫后老鼠感谢你的本期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